大家好,我是三毛教主熊掌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神龕45次獎勵送的神龕自選飾品盒 這個東西如果你們是台服8月12號開服第一天就玩的玩家 並且每天都有很認真在玩,每天都有點3次神龕 正常今天會拿到神龕45次獎勵神龕自選飾品盒 陸服的圖片長這樣,他就會給你4個飾品 你去4折1,看你比較喜歡哪個飾品,然後去選擇 這個對於平民玩家以及玩到現在的玩家 因為飾品的入手管本來就很少,尤其是絕飾品 既然官方送我這個免費的東西就要好好的利用,不要選錯 這邊你們的好朋友三毛帶你們來認識一下這些飾品 總共會有4個飾品,2個衣服1個腰1個手 這個我們直接進入每一個飾品的分析 第一個飾品是靈月配環霧 他有分,他有分則後面一個字有分,他只是把他換皮而已 霧馬就是藍色,還有其他另外兩種顏色 這個東西是給俠客、鐵衛跟御風限定的 三種直接才能裝,其他直接都不能裝 什麼咒師、補師都不能裝 他的基本的敘述是這樣子 他給你的數值是氣血加5% 行動結束的時候會對自己直線7格內的一個敵軍 施加10魔的狀態,持續一回合 10魔就是法防減30% 那這個如果有玩11也知道 11的腐力咒就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使用方式也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那這個裝備的優點 就是遊戲初期的衣服、腰部、絕飾品基本上是不會去做的 我們只會做頭跟手而已 所以可以良好提供一個飾品的位置 那遊戲初期的話還蠻適合帶給玉池良帶著打冰王 可以有效提升木龍玄機的輸出 那他的缺點其實也很明確 就是他同名的debuff 這個10魔的debuff是只能有一個的 比方說風海月的天霜玄武裡面的那個減魔房 就沒辦法跟這個裝備的去做共存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限制他的直接只有給俠客、鐵衛跟御風 所以用土沒有比方說法師自己帶的好 法師比方說如果你可以給黎幽的話 黎幽再動完直接扣魔房 那黎幽的傷害就直接上升了 那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那評分上面的話滿分我們會給5分 那我這邊評分的話給他4顆星 5星的話通常都是畢業裝備 4星的話是屬於中偏高的感覺 那這一個的飾品在我心目中的話 他在4個飾品裡面屬於第二名的 那這個飾品比較只能用在PVE 並且被近戰角色綁住 所以如果只打PVE的玩家比較推薦選這件 那如果可以讓黎幽穿這件 那評分我會把它再上調 那第二件的話是護命神符成衣服的 那他全職業都可以賺 那他的詞綴他的敘述很簡單 就是給你基本的物防加10%、法防加5% 無條件的10%魔防跟5%的魔抗 那另外一個優點我就覺得 無需留戀你們可以不痛心的分解他 因為身為絕飾品他只有給你簡簡單單的雙防屬性 那我不如就用集獲的是卓飾品就好了 那評分我給他最低薪 他可以拿去分解600軒入其實還不錯 那這個就不多說了 那第三個的話 角人杯哥影腰部 咒師駐遊與世限定 就是我們弓箭手、補師、法師都可以用 那他的詞綴是這樣子 氣血給你基本的加5% 然後行動結束時 對自己兩個範圍內的彗星屬性最高的一個友方 施加刺骨狀態,持續一回合 刺骨的話是暴擊率加20% 那他這個優點大概有這樣子 提高基礎的氣血5%之外 又可以提高角色的傷害傷害 就是加暴擊率 那來打冰創或者是 那來打冰創要破爆擊盾的時候是非常好用的 那補師、咒師、雨士可以帶 輔助意義非常高 比方說我就可以給風媽帶 我就可以給太原帶 其實輔助用意非常高 然後就是跟前面第一個很像 遊戲初級的話衣服跟腰部的飾品是不會做的 所以良好的可以直接給飾品一個位置 那他缺點也是很明確的 他這個只能掛給一個 他只能把這個狀態給掛給一個 然後這個暴擊20%只有一回合 所以實戰上面其實不太理想 比方說我給李銀鳳就好了 李銀鳳再動完這個暴擊率就不見了 我給曹沁再動完給黎佑再動完這個暴擊率就不見了 有點小可惜 那評分上面的話我給他4顆星半 這件裝備在我心目中是排名第一 主要是因為他有效的提高角色的傷害上限這件事 PVP非常吃小 那如果要打PVP的玩家就請選這件 缺點的話就是只有一回合狀態 其他都很好啊 就是只有自己一回合狀態 很容易就是沒有加到 就是白加的感覺 好,那最後一個視頻的話是鳳文寧卓 焉手部 那這一個視頻的話是給法師的 全職業的 治療效果加12 這個我跟妳講一下 治療效果是指說補師的治療效果提升 而不是你本身被治療的 如果今天是說你本身被治療的效果提升的話 子龍的文案在夢幻模擬3上面會寫 被治療效果加12% 他前面會加一個被啊 你才會補血量增高 然後後面附帶兩個就是免應暈眩跟無悔的狀態 暈眩就是你不能行動 無悔就是無法加強化狀態 他的明顯的優點就是簡單啦 治療效果是最大提升的 加12%是最高的 然後防暈眩無悔是抗髒水其實有一定的功用 但是呢說到髒水 像髒水最強的是黎幽嘛 黎幽是給風咒 事實上如果你要避免暈眩跟無悔的場 其實不太多 不太多 防靜療跟風咒會比較實在一點點 那你們可能不太懂我在講什麼 那我直接立給你們一個畢業裝備在這邊 靈蛇金著煙 同樣是煙,但是靈蛇金著比較強 治療效果加12% 防風咒跟禁療 我覺得補師被風咒或禁療都是蠻好笑的事情 這個是屬於比較中庸的一件裝備 我說原本的這件阿,那個鳳文 他是比較屬於中庸的一件裝備阿,拿到可以用沒有拿到也無所謂的那一種東西阿 即飾品的治療效果提升8%就可以用很久 不太需要為了12%去拿這件裝備阿 順便提一下,補師的滿分畢業裝備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是畢業裝備,還有另外一個是給法師的畢業裝備 以後如果有機會再介紹到 飾品這件事,因為我覺得大家都不是很容易拿到 所以沒有特別去提醒這件事 那還是工商一下阿 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文章阿 你們可以看我,這個我其實整理好了 然後做一個LOGO圖了 就是可以看我這個懶人包,我這邊都有去做一個整理阿 像是喜歡看怒孟福,創命,時之性阿,主線劇情阿 我都有放在這邊阿 然後以前的影片跟文章我也稍微做整理 比較常看的或是比較重要的我都把它放在這邊了 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記得跟大家講一下分享一下 這個視頻,不要亂看阿 不要亂看阿 如果看到我剛剛介紹其中 你們知道我剛剛講哪個是垃圾嗎 這個垃圾喔 如果你有開到的真的是垃圾 千萬不要開這個垃圾 你開其他三個我都無所謂 你開這個就... 就是代表你沒有看我的影片 沒有看我的文章 沒有在追隨三毛 這樣不行阿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阿 謝謝大家,掰掰